秋子 我到了 是东海包间是吧 怎么哪儿都能遇到她呀 韩总 季小姐 这么巧 来吃饭 约了个投资人 这么厉害啊 这么快约到投资人了 是个天使投资人 今天看完我的商业计划书 就约了要聊细节 抱歉 不打扰 我先走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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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总 要不您先走 好啊 星星 快进来 这里 这里 进来呀 这是我好朋友季欣 她最近创严特别忙 所以来晚了 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季小姐 是来见什么投资人的 对啊 我们星星公司确实在融资 对 韩总 听说您是做投资的 您有没有想法考虑 投资一下一楼创业公司 不如了解一下我们星星的公司 对啊 我们星星实力很强的 不用不用 不用麻烦 大家久等了吧 是不是都饿了 要不先吃 看来季小姐已经融到紫了 还没呢 哪有投资人投她呀 你替我干吗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讲的 我还以为 季小姐要签约了呢 她之前接触那些投资人 都特别不靠谱 不靠谱 是啊 都是些纸画饼不投钱的主 还有一个更绝的 直接想重金招安我们星星 用星星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狗 是吧 特别狗 季小姐没事吧 如果有需要 不妨试试找我 是 还把话都说 这份上那么主动 要不 我们家的微信 不用麻烦了 不麻烦 加一个 如果 AA renewed 身容 常联系 谢谢韩总 不客气 手机呢那么歪 扫得到吗 找到了 曠星 你电话后马赶row翻一下呀 我写信你啊 客气 招安条件依然有效 杨总 你以后要有时间 也去我们信息公司坐坐呀 碰到是风景革命了 要不然聊聊你吧 邱泽 今天你才是主角 哪有什么主角 大家在教室认识一下 交个朋友 谁要和你做朋友 谁要和你做朋友 交了 交了 来 来 来 吃啊 来 吃啊 季小姐 是不是饿了 来 吃螃蟹 我现在不饿了 今天谢谢你们的招待 今天谢谢你们的招待 不客气 这里不好打车 送你们吧 我们三个人坐得下吗 海总 你记得跟我们星星常联系啊 你走那么快干吗呀 这多好的融资机会 大师子 你是不是对那个机型有点意思啊 我还不承认 今天是你相亲 我跟那个魏秋子明显气场不和呀 倒是你呀 和那个季星 有点可能啊 加油啊 大师子 酒吧还想开吗 开开开 肯定开 我这今天不是表现挺好的吗 你可不能适应啊 起划案尽快给我 好 是 没问题 我今天真是谢谢你们啊 那个雷踩的那叫一个准呢 准的不行了都 你踩什么雷呢 你知道那个韩总是什么人吗 他 他不是陆林家的亲戚吗 他开人叫陆林家的哥哥 他就是招安我们的人 广华的大投资人 他不会就是那个把你赶出饭去的大老板 大学校友吧 那他说话还真是滴水不漏 我一点都没看出你们的关系 藏得够深的 怪不得欣欣说他狗 对不起 宝贝 我已经脑补出你刚刚是不是的脚趾抠出 一到三十一厅了 何止啊 我都抠出了一个迪士尼了 我都一直跟你说不用麻烦不用麻烦 你还使劲把我往外推 我以为你那意思是跟我俩客气 我心想咱们这关系你客气什么呀 我跟你客气什么呀 我都提你了 我都打你 你看我咳成那样 我生病都没这么咳过 你看不出点 我们没有默契了 不行 我们什么搞错 还有你 这加微信就算了 你还让我加电话号码 这又不是你的局 我早走了 我尴尬死了 但是话说回来 你当着相亲对象的面要发票 你这是没看上 先生需要开发票吗 不用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我能要发票吗 当然 谢谢 谢谢 看不上很正常 我跟你说那陆林家是我对价榜一 我简直恨他恨他牙痒痒 你知道吗 他今天眼神有问题 他就支持那什么毒苹果 那我们翘子怎么能看成个瞎子呀 我跟他一看就不是一路人 而且之前莉莉不是问我们要个发票吗 所以就叔叔给开喽 好闺蜜 秋子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呀 你说来听听呗 我呀 非要说的话 那就 温润如玉 轻瘦高挑 斯文优雅 不需要多富有 平和安稳就好 对 你要是会做饭就更好了 那不就邵一辰嘛 那你可要排我后面来 我上次就跟新鲜玉帝上一成兄弟啦 对不对 什么时候 你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上次咱们吃饭的时候 你说他有个远房的表哥 啊是吗 我忘了 你怎么能忘了 啊 哎呀